大家好,我是郑建文 目前任教于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互动设计系 主要教授电子音乐、数位音乐、声音设计跟互动电脑音乐 那么在我国外留学期间 我花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专注于电子音乐跟互动电脑音乐相关的研究 因此呢,我本身是在国内的研究 对于使用音色跟肢体来开展音乐的一些相关手法非常感到兴趣 所以在我过去一系列的契乐作品的创作当中 我会尝试使用声响作为音乐创作的出发点 藉由音色、肢体来建立音乐的张力轮廓跟流动性 那么在这首古真的作品《语何》也是使用同样的手法进行创作 在我这首古真独奏曲《语何》当中 我尝试借由古真颗粒状的声响性质来去描写雨水滴落在荷叶上的一个清脆声响 并且我尝试使用比较戏剧化的张力轮廓设计 来去呈现荷花在风雨当中屹立不遥的一种优雅姿态 在这首曲子的音高结构上 我采用特殊条件法 将古真的音高定在D还原、E降、F声、A声及B还原这五个音上面 藉由这些音的组合当中的半音的音程以及三度的音程 搭配分裂三度的音响 让整首曲子的音高可以听起来是既熟悉又令人感到陌生 此外我也尝试借由按音的弹奏法 以及琴马左侧的弹奏 来丰富原本固定的五个音的声响 这首曲子的形式结构会采用ABA的方法 在B段之后会有一个简短的A段的回顾 那么在整首曲子的张力轮廓的设计上面 会使用古真既有的演奏技法 搭配平谱主义渐变的想法 透过音高、力度、音符密度、乐句长短 以及音形的渐变等等的手法 来去制造音乐的流动性跟张力的变化 这些是我在这首曲子里面 所使用到的一些创作手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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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